好,开始,这一小节开始去做一些美化 那美化的话,第一个要美化的是这个头像 能看到吧,这个跟之前相比,肯定是要稍微好看一点 那怎么去改它呢 就是一个头像的一个按钮 然后点击的时候会有 会先有一个头像 然后点击的时候会有一个实践,对吧 就这么简单 这个效果我们就达到了 点它 好,出来了 确实有点丑,还是有点丑 那我们一点点的去做完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修改的是啥呢 就是修改下面这几个 这几个把它用同样的道理 把它修改成一个稍微好看一点的小图标 已经替换成相应的图标了 然后图标可以替换 那自然它相应的颜色什么都可以改,对吧 稍微看一下 这边有点,这些手字母是大写的 那我要改一下 具体怎么做呢 我这边首先对代码做了一下重构 在这个contents这个全局的这个配置里面 新加这么一种配置 然后收这么大写 那现在我们还有两处要干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颜色对吧 主要是这个颜色 你看它背景的颜色 图标的图片的颜色是用的是填充的是白颜色 对吧 然后背景的颜色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颜色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color 点它 然后有一个吸管 可以选中这儿 这就有颜色了 对吧 这一下就取到了 好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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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错了 在这 好 copy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这是应该是背景的颜色 这个应该是白色 color的4.white 应该是这个 好 那这样的话 那剩下这两个也需要去加 这四个 其他三个也需要加上 嗯 它们的颜色 我先暂停一下 我把它们的颜色一个一个取一下 as strim categories name as strim 这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是要改一下它的颜色 对吧 然后 color ok 这是color的颜色 这是container的颜色 只能放这个book decoration里面 啊 这两个能只能选一个 不能把这个color放在外面啊 嗯 就这么一点小bug 然后现在还有一点小问题 就是 看起来这个图边有点大啊 这个里面图标有点大 那我们现在要把想办法把图标给它缩小 嗯 其实只需要加一个padding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加一个padding 然后 其他的都不用动 嗯 越来越像了 是吧 越来越像了 这个图边我们也没有找到啊 就 就很抱歉 嗯 好 那最下面这个美化的这块 recommand 对吧 recommand 下面这个container里面 啊 就是加了一个margin 然后再加一个 它每一个元素应该有一个padding OK 可以了 看一下效果 好 padding之后 这里面呢 我们是要去加点东西的 呃 加点什么呢 再加一个 呃 container 嗯 其实就把上面这块 我先把这个container先写好啊 先写好 先写好 稍等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布局 先看一下布局 它这个 其实没有 没有那个什么呀 就是边框的颜色是没有的 它不就是放那张图片吗 图片什么颜色就放什么颜色 所以把它先粘出来 把它粘出来 然后 呃 在这改 改完之后再把它粘回去 呃 margin 是没有的 padding 也是 呃 没有的 然后 外子 是 高 刚才算了一下 是 227 高呢 宽呢 稍微 宽 嗯 box reader 不需要 不需要填充颜色 好吧 不需要填充颜色 呃 边框需要 然后 这个也不需要颜色 嗯 这就够了 好 把它放一下 然后 在在这里面 再放一个 诶 这是啥 写错了 嗯 这里面再加一个 child 把这个图片给它放进去 嗯 好 这边是一个child 放了一个container里面又放了一个child 那我们不是放一个container 我们应该是放一个 嗯 放一个column 对吧 放一个column 应该有好几个 下面还有字 文字的嘛 对吧 所以我们放一个column ok 然后 第一个是 我总是忘了啊 然后再写一个text text 粘贴一下 粘贴一下 我们把 这个叫什么呀 不显示全呢 嗯 嗯 好了 那我们把它就就粘过来 然后 看一下效果吧 看一下效果 先 先看一下效果 诶 现在有了对不对 然后 上下应该是 它这个里面加了一个填充的颜色 稍等我看一下 我把填充颜色也去掉 嗯 边框 留着吧 再看 再看一次 好 填充颜色给去掉了 对吧 然后现在我们再加一个整个东西呢 就是 呃 等一下 上面那个填充颜色去掉了 那我希望它这个 下面这个加一个填充颜色 不是啊 只是现在我们要用一下 临时用一下而已 啊 就是为了 比较明显嘛 对吧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现在明显了 现在要做的是 嗯 看是不是有一点小间隔 对吧 上下有点小间隔 嗯 然后 s. s.2 高时外 20 呃 height 嗯 好 看一下效果 好 效果有了 对吧 嗯 效果有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处是 那其实这就够了 对吧 就够了 基本上就够了 剩下那个布局 那还有什么复杂的呢 也没什么复杂的 无非是换这个图片 然后 然后其他的一些小细节 比方这个边框 呃 不要颜色了 那我们把 把这个边框去掉它的颜色 好的啊 我们把这个设置Field的颜色给去掉 好这个我们看到了是吧 现在应该看到了 现在这个边框我已经给去掉了 那现在跟相应之前的例子的模仿程度 几乎是 这个字体还是不对 对吧 那这个 还好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那我就结束